各位可愛的同學 各位可敬的家長 我是岑建勳 向學民思潮的同學致敬 向絕食的同學致敬 各位 我很慚愧 我很心痛 作為一個學生運動、社會運動的老兵 41年前 我們在一個消失的皇后碼頭絕食 為了保衛釣魚台 那時是一個殖民地政府 今時今日41年之後 我們沒有能力保護我們的同學 他們要出來絕食 告訴這個政府 不要搞我們 不要搞我們的下一代 不要搞我們的弟弟 各位 我很心痛 很多傳媒朋友 很喜歡問我這個問題 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這一代 和你們當年 怎樣 經常要我比較 很想一次過告訴你們 沒有得比 他比我們好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 繼續有 獨立思考的教育 我們看到 十六七歲 的小朋友 懂得明 分辨是非 梁振英 梁振英 你獨屎騙 你獨屎騙 我沒有見過 這麼兇險的情況 我不是危言聳聽 很多家長 大家說 擔心 你的擔心是有理由 怎樣欺騙 經常跟你說 國民教育 大家都要的 完全不理會 首先學生 後來家長 跟著老師 連中學校長會 都告訴他們 是不同意獨立成科 怎樣欺騙 喜歡搞就搞 那你幹嘛開展 如果不是騙我們 你說什麼廢話 大家不要受他欺騙 第二樣就是大笑話 梁振英先生 笑著說 你喜歡開展 開展 不一定要硬要開展 你說話 三百七十間學校 裡面只有八間 請問你怎樣開展 但是他仍然開展 因為他要交功課給一些人 可以說 我開展了 所以 我們不要被他騙 不是哪行哪試 為什麼要再試 為什麼這個委員會 不可以檢討 根本國民教育科 應不應該獨立成科 不在護紅玉的範圍 擺到明 就是一個騙局 各位親愛的家長 各位親愛的家長 告訴他們 不要搞我們的子女 我們一百一年多 我早就不激動 但是我忍不住 因為我看到這些小朋友 我看到這些家長 現在不是說政治 現在是說一些基本 我們香港的精神 有人用一些暗照 真是少女藏刀 大家千萬不要上當 最後 跟大家說 有你們 有我們好的下一代 獨立思考的 香港有希望 多謝大家 岑芬芬 我在加拿大回來五年 每天都看到一些很無稽的事情 越來越無稽 他說要開展的是什麼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我們先看德育 我們要政府 官商勾結 繼續向地產霸權 阿餘奉承 誰要學得慾 一個要我們國民教育的黨 的國家 不愛國民 怎麼教我們啊大哥 我們帶一首歌來 和大家打氣 大家繼續堅持下去 好嗎 好 我身邊的是我們的主唱 Angelita 你好 我是香港人 土生土長 和我們彈鍵盤的 有我們的唱片監製 就是Alex Fung On Bass 我們有基仔 On Drums 現在遮了一半 不要緊 他會用聲音證明給大家聽 他是在這裡的 阿Tim 麻煩阿Tim OK Let's do it 這首歌叫做 問你為什麼 教這科 其實這科 你有沒有人手上有這本書仔 的 最後一頁有歌詞 大家一起唱 你講 我相信大家都會好識的 詞律 知不知宿寫的 詞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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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課注定我 問你為什麼教你課 其實你課是什麼課 我們求你一日去講清楚 問老師怎樣教你課 其實偉偉都不清楚 她笑著回答你一課 注定我 無論你有答方對 或者遷判錯 全身去承受結果 面對誰的一切 哪怕會如何 全身保存全真的我 問你為什麼教你課 問你為什麼教你課 我們成已一日 你是錯 我問你有答方對 或者遷判我 或者遷判錯 正身去承受結果 面對世界一切 哪怕會如何 全身保存全真的我 無論你會把我關掉 無論你會把我關掉 或者千半錯 全身保存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是錯 你要知道你是錯 你要知道你是錯 你是錯 你要知道你好錯 你好錯 大家一起唱吧 你要知道你是錯 你是錯 謝謝 繼續支持 大家繼續 謝謝 有中文科、中士科、西士科、數學科 這麼多科不搞,為什麼要搞這些科 黃師傅 學文思潮說,這個時候我們不需要英雄 和我們相當一個人,但是做人要怎樣 都要強身健體 我們今天就特別請到 我們武林鑽棋 的喬正夫上來 Hello,大家好 武俠小說他寫得多 但其實他都有一招半式教給大家 大家如果想動動一下坐得累 可以站起來跟著做 大家站起來可以跟喬正夫 學一下有幾聲 其實坐在這裡做也可以 坐在這裡做也可以 好 其實大會想說 大家坐了這麼久 怕大家經常都這樣縮起來 很辛苦 做一下 還有這幾招其實也有些意思在後面 來了 來了 第一招大家動一下 動一下頸先 我們打側 打側 向右邊的時候 右手放在這裡 就不要向左 不要太大力 輕輕地拉 可以拉到這裡的肌肉 這招聰明 我們聰明 聰明 腦很重要 要保護它 上去的時候 要用你的手 托回去 不要靠自己的頸 因為頸很脆弱 我們要保護它 但我們全場都是很硬 硬頸 硬頸也要保護得好 沒錯 才能頂得住強拳 沒錯 做完一邊 我們做另一邊 我可以 最重要是自然呼吸 左邊 正氣 我們最重要是呼吸 做完最重要是正氣 但是我左邊沒有右邊那麼好 我不是很左傾 這樣也不能過去 OK 用一隻手扶上來 是的 大家覺得 有沒有覺得 老性那些 有沒有覺得 好 第二招 第二招 我們要 張開胸襟 張開胸襟 為什麼我們不要一些 很客藝的民族思想 民族主義 我們要有更廣闊的眼界 但是不可以人家灌輸什麼給我們 我們就相信 那我們用這個張開胸襟 把右手放在後面 然後左手 按住右手的手肘 向下推 做人最重要是挺起胸膛 是不是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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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來 另一邊 張開胸襟 不是 沒錯 記得向下 向下面按 把右手 OK 放下來了 第三招 第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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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幫我拿一拿個麥克風 打關斗 好 來 因為要用雙手 好 雙手 嗯 是 是 背部 記住就不要水過鴨背 大家要堅持 是嗎 是 把肩膀向下拉 這個最重要是挺起胸膛 我們要挺直的胸膛 對抗強拳 挺直胸膛 亦都要有肩膀有承擔 不要像上面那些人這樣 不要像上面那些人這樣 第四招 第四招 都要你幫忙 好好好 拿著 好 小心點 扣著手 向上拉 這個關鍵呢 腰身要直 挺直腰板 挺起腰骨 我們用腰骨 對抗虛偽 對抗邪惡 亦都向上求疏 沒錯 自然呼吸 幾次 放鬆 OK 放鬆快樂力 好 完成 好 多謝喬正夫 謝謝 謝謝 這四式 將會在他之後的武俠小說裡面 都會描述的 好 我們記住這四式 以後慢慢用出來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有很多嘉賓 跟我們分享的 對 包括是有關注基層學童發展權利聯席的林敏華 有請林敏華 歡迎她來到我們當中 其實基層學童呢 有個困境 那些高官有錢人 可以送他們子女去外國 基層就沒有這個機會 沒錯 其實呢 現在我們基層學童呢 在這件事呢 我們都有 不止我 有了基層街坊呢 都一起關心了很久 那我帶來一位基層街坊的代表 她叫紅女 不如你說一下吧 上年開始 其實我們聽到國民教育科 一說要推的時候 她有個諮詢期 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她們的回應又是怎樣呢 去年呢 去年呢 我又上去立法會 舊的立法會 那裏呢 有去反映的 我都有問過他們 為甚麼 為甚麼有中國歷史 你們不要這個國民教育呢 那我問她 你有五四有沒有六四呢 為甚麼六四不見你們說 一說七個都收口 為甚麼 她們不敢回答我 我說 她說沒有問題 我為甚麼會沒有問題呢 現在看到那些事情都扭曲了 連我們的特首都可以說了 今天打到最後的事情都可以 還有 你見到 我們在教育局長 不出來的那些人 他大多數贊成 去推文這個國民教育 我見到很多人不怕 其實我最近看的新聞 都很不安樂 我覺得我出來有沒有用呢 你見到那些年輕人 其實他們是中學畢業的 都升大學 為甚麼他們還要出來 為甚麼我們不會支持他們 將來就很扭曲 將來這班學生 他們說是由一年級 其實幼稚園都應該是洗腦他們 到時回來就批評父母 那時就很多人害怕 我覺得愛國沒有問題 如果你要愛黨 為甚麼你要愛黨 愛黨是出自真心的 不是你們逼我們在洗腦 問他們的問題 他們沒有問題 但去年那個諮詢期 他們說我們只是諮詢 不用那麼緊張 但我都以為他等低了 沒有甚麼 都不覺得有聲音 為甚麼突然間 7月多的時候 他一定要硬上 變成這樣長之夜 下去不行 出多個就是一個 所以我出來支持這班學生 支持所有未來的學生 沒錯 即使他的腳不是那麼方便 但他今天也是特意來撐牆 他覺得是要出一分力的 還有我們需要說的就是 香港 我們不只是擔心國民教育的推行 愛國 我們對於國情 湖江山色的欣賞 我們絕對是可以有這個空間 但問題 國民教裡面 他不讓我們認識真正的是非黑白 愛國和愛黨不分 更加有問題的就是 其實香港一直的教育 是沒有說到真真正正的公民教育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香港的人 應該是要了解 人權 法治 自由的精神 但這件事 似乎 在香港 他們過得就過 甚至乎現在 即使去年 他說的一個諮詢期 我們帶了很多街坊 甚至乎很多不同的團體 我記得去年 一起去立法會 這個公聽會的時候 是排到不夠時間說話 要開幾場的諮詢會 那究竟這個諮詢 出來的結果去了哪裡 我們從來都沒有看到 究竟政府做了些什麼 諮詢了些什麼 我們都是不知道 他一個借點椅 就說照推 眾心話乎 現在一直去回應我們 去分發我們 去說他有聆聽我們的聲音 他有沒有聆聽我們的聲音 沒有 沒錯 他現在更加說 我不是硬推 三年內 你由學校去選擇他怎樣去推 他又將一些責任 放在學校裡面 放在教師 放在技術層面的問題 根本就本末倒置 根本就不應該硬推這個國民教育 要有國民教育 我們先要搞好公民教育 是不是 是 所以我們是 我要公民教育 我要公民教育 撤回國民教育 撤回國民教育 多謝大家 好 再給一次掌聲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其實基層市民 他們真的很深水清的 知道這個國民教育科 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下一個來的嘉賓 他們是哪一位呢 我們想跟大家一起 做完熱心運動之後 將聲音可以做 熱心運動 就是再唱一下我們這首歌 大家可不可以打開你們這本小賊子 是不是人人都有 不如我們都一起舉起 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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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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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我們有一班未來的音樂人 掌聲再熱情一點,我們看到這麼可愛的下一代 給點鼓勵我們的小朋友 我想只有兩歲、三歲左右 然後也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 一起上來 有多小朋友,還有來自學民思潮的青年人 好,你們的掌聲再厲害一點 這次真的有個大合唱來的,邀請你,行不行? 我想聽一個很大聲的歌詞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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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九龍也聽到了,新界也聽到了 傳染之後也聽到了,沒得聊 好了,準備好嗎?Joey 等等,我們逐個小朋友喊一聲給大家聽 知道你先到這裡 我們這邊開始 試試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劉子瑜 掌聲掌聲掌聲 掌聲掌聲 我叫伍朗兒 我叫黎佩爺 我叫陳心儀 我叫黎卓盈 我叫黎卓盈 陳姐盈 梁藥 梁月晨 梁月晃 胡耶 Hillary 浩恆 陳秀華 不应该大朋友的掌声是少了的 嘉怡 多点掌声这些小朋友和青年的朋友 我们先180度转身向后方鞠躬 HELLO 我们来一个很有礼貌的鞠躬 HELLO 是否感觉到我们在拉布呢 其实我们真的在拉布 我们要拉一条很漂亮的布出来 不过我们先一起唱歌 大家小策子的歌词准备好了 让我们看吧 问你为什么要教这些科 其实这些科是麦家科 我们后面一样都讲清楚 问老师怎么教这些科 其实它们都讲清楚 那些科是麦家科 回答你一个科 注定我 不论你一百宝对 或者天伏错 全心可以成为结果 面對世界一切 哪怕會如何 全身亡全盡你我 我們全部向這邊 我們三百六十 向這邊 接著那段是甚麼 1 2 1 2 只要問你 家長這個 其實誰是你一方 我們成年 那一世 你是錯 無論你一百半對 或者前半錯 全身去承受結果 你對世界一切 哪怕會如何 全身亡全盡你我 你一有一個 你一生 你一生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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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 那一世 你是錯 我們 成年 那一世 你是錯 我們 成年 那一世 你是錯 我們 我們想請家長一起 和老師一起上來 好 好 麻煩我們工作人員 請我們很多 這次一起參與的家長們 和老師們 好嗎 你們用掌聲 要有熱烈的歡迎他們 還有 Joey 請台下的觀眾 都可以一起大聲唱 好嗎 這次輪到你們 可以嗎 會唱 我們都想將以下這一段 特別送給學民思潮的同學 好 待會我們唱到 你是錯 那一句 我們用我們的手指指著特首辦 告訴他 誰是錯 你是錯 好 好 準備好了 OK 好 問你為什麼 教這科 其實這科是甚麼家科 我們 靠你 每天 去講清楚 問老師 教這科 其實 會不會都不清楚 我 想知道 會得 這一科 注定過 我 看你 有一把 判對 或者 前半座 全心 去承受結果 我們 對 對 世界 一切 哪怕 會 如何 全身 保存 對 我 問你 誰 選這科 其實 誰 會死 這一科 我 我們 成 一 趕一 成 你 是錯 無論 你 一把 反對 或者 前半座 全心 去承受結果 面 對 世界 一切 哪怕 會 全身 保存 全身 給我 我們 你 只是 這科 其實 你是 一科 我們 成 一 剛 日成 你是錯 我們 舉起手指 沾著特首吧 這裡 剛 日成 你是 錯 我們 成 一 江 一 死 誰 錯 你是 錯 旅遊協會 都幫我們 環彩榮 香港 答案 我 準備熱情的掌聲 你們自己 還有台上很多很可愛的小朋友 以及他們很熱切的很關心的家長們 以及我們這些年輕的同學們 謝謝 謝謝 Joy 和這班小朋友練歌 以及寫了這首歌的歌詞 以及搞這個 一起 很想用心用力 出心出力的 公民教育開學禮 這個台很滑 大家要很小心 下去好嗎 好奇 幾位拍檔 接下來我們應該好像還有些嘉賓要上來講話 是嗎 是呀 沒錯 知道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 之前很60 打了很多個電話 寄了很多封信 問了很多白學團體和校長 究竟你們今年9月和未來三年 還會不會開辦國民教育科呢 我們有結果了 我們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 發起一人一信全民運動 在8月8日開始 我們呼籲家長、校友和同學 都寫信給他們的學校 表達我們對國民教育科的憂慮 還有我們問這些學校 推行國民教育科的計劃 我們將我們登回來的資料 製造了國教版圖 在我們接觸到的355間的小學裏面 有39間小學是持觀望的態度 他們沒有決定到究竟會不會推國民教育科 那麼我們就在這個國教版圖上 將它標誌為黃色 好,大家看到是香港的地圖 而標誌了黃色的就是剛剛講的學校 香港大概有500間這麼多間的小學 來自於不同的辦學團體 那究竟他們的結果 除了沒有表示到立場之後 還有什麼其他結果呢 我們知道有一些是未決定 但是我們當然知道有很多已經有一個取向在這裡 我們看到有141間小學 他們在開展期首年是不會推國民教育科的 他們是展覽式 所以我們拍掌是都肯定我們自己這幾個月的努力 是可以蓄勢到 我們在香港地圖裏面看到很多淺藍色的 就是今年9月是不會推行國教科的 還有很多學校他們告訴我們 他們在三年推廣期裏面 都是不會推行國民教育科的 有77間是深藍色的部分 更加明顯了,是不是呢 最後,明確說9月開學會開課的學校 只有6間 是不是那些叫紅色的點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是紅色的點 大家可以近一點 再近一點都看不到 到底誰是多數,誰是少數啊 也就是說 絕大部分的學校根本不認同 不接受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 也就是說 我們已經走出了廢國民教育科的第一步 請給自己掌聲 請給自己 不過這樣 大家千萬不要鬆懈 因為政府一天不正式撤回國民教育科 下一代仍然會受到洗腦教育的威脅 他說三年推廣期 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我叫你吃了它,不是逼你吃 不過,你三個小時之內吃了它 大家吃不吃 家長、學生、老師和校長 辦學團體都要提高警覺 逼使政府在星期一開學的限期之前 撤回國民教育科 人民教育科 撤回國民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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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我們的行動將會升級 好,大家稍安無措 這個決定,我們一會兒會公佈 好了,我們看完地圖 我們的分享,還有很多朋友排隊 因為今天有很多很踴躍的朋友 沒錯,在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的公民教育 建基於每年的維園燭光晚會 23年,每一年在維園都上著一課公民教育課 一直以來新課相傳 其中支聯會,一代傳一代 傳到現在有他們支聯會青年組 我們有請他們青年組的周文芳 大家給點掌聲支聯會 好,是不是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無望八九民運 無望八九民運 繼承先烈為之 繼承先烈為之 結束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 好,我不會說話的 所以有些稿 我更代表支聯會青年組 將四點訊息帶給大家 等等 好,第一,以死為監 我們無望八九民運的教訓 當年學生和大眾 是以連串的民間行動 向政府表明立場 但是政府是沒有正視這些訴求 我們要繼續讓下一代有機會知道 這些其實是很貼身的歷史 所謂真正的愛國 不是耐性萬重 而是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第二,首謂青少年接好民主棒 推行國民教育首當其衝的是 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少年、我們的兒童 而我們需要首謂新生代、精神和情感萌芽的土壤 我們來自民間,我們手無全鐵 我們行事的風格可能各有不同 但是,我們目標是一致 我們要在自己的崗位,首謂好新生代 讓他們真正有權去選擇 第三,面對國家機器,我們都要努力到底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我們可以在教育局每年資助近千萬之下 出多少套中國模式 搞多少個染紅利的交流團 相比起來 例如,支聯會的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沒有得比 不過,你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去搜集資料 自己去看清真相 你可以跟我們預約工作坊 我們大門盡量隨時為你打開 至少在這個中心,甚至在我們的現場 只是有人想你認清真相 沒有人想你被迫感動 好了,最後,教育是正途來的 更加需要你參與 早前臨時六四紀念館 為學校和團體 舉辦了教育工作方 其實反應是很好 為了更加力抗無孔不入 包括透過教育手段 去做的精神清洗 請你們不要看少自己的能力 並且將你們的意志化為行動 預約 一起加入我們的工作小組 為我們內屆的六四紀念館 一起裝備 為我們的公眾 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團體 以及包括我們自己 帶來更實在的學習經驗 帶來更誠懇的教育 但願我們 就用可能是很溫柔 不過是非常堅定的力量 和意志 在大是大非的面前 企硬 一起撐到底 多謝 企硬 一起撐 企硬 一起撐 一起撐 企硬 一起撐 一起撐 好,多謝工工工工 我們這個是開學禮 我們都要聽一下教授和我們說一些說話 現在我們請來的是 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的助理教授 王偉國教授 大家好 謝謝Benson 今天天氣好像玩我們一樣 一時就好天 一時就有彩虹 一時又下雨 但是不是因為天氣好像想玩我們 而我們肅殺呢 香港人哪會這麼異縮啊 好了 我想今天最主要目的呢 就希望透過這次活動 緩醒很多以為不關他事的香港人 因為我不在學校讀書 因為我沒有小孩子讀書 不關我事 那幫香港人 要他們知道 今次的反國家運動 其實是一場 保衛 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戰爭 好 好了 一會兒我讀這篇說話 其實是來自於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及行政學系的 蔡寶琼老師 蔡老師原本是很想來今天的活動 但是因為要照顧她 連起來的媽媽 因為我也見過蔡老師很辛苦 帶著要坐輪著媽媽 要照顧她 所以今天 我願意 蔡老師 去讀出今天 為今天大會 而預備的這個講話 謝謝 謝謝各位 我就姑且叫這篇講話叫做 抗政府污染教育 還私生 清白心靈 整個國民教育 就在不斷 污辱 侮辱我們的老師 和我們的學生 自從特首梁振英上台之後 不單是 蔑視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包括民主、法治、人權、自由 近日她的統治班子 近亦民意而行 以分化、利誘和拖延的手法 強推教育23條 就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作為大專老師的我們 希望藉著良心話事 守護孩子的開學禮 講出我們的看法 首先我們必須要提出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有以下四項重大的缺失 第一個缺失就是 混亂而霸道的課程政策 如果我們看它的課程指引 很多地方根本是重複的 譬如我們已經有常識科 我們已經有中文科 甚至我們的中學已經有通識科 有相關的內容 而德育的部分 其實我們一向教學生的時候 已經透過新教 透過老師的一言一行 教我們學生 但突然間 教育局 我們的政府 推過這樣的課程出來 完全是沒有 有同盤的口淚 亦都為教學造成混亂 更加浪費了學生 寶貴的學生時間 而第二件事 我想很多講者都提過 就是說 我們讀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的國的中國 究竟是指什麼呢 根本整個課程 是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定義 整個課程 只不過不斷叫我們 既然我們中國和香港 是一個同根同身的情懷 一定要培育 更加很強的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我們讀的中國 就是中共政權 而將國民素質 公民教育 和愛國主義 刻意地去混淆 作為一個專業的課程 連一些基本的概念 都沒有釐清 不單止兒笑大方 誤人子弟 更加寧有其徒 第三件事 我知道在在今天來的 其實都有其他 以香港為家的小數族裔 但是這個課程 是強迫他們 要接受一套 唯一以漢族文化 作為一個基準的課程 以中國文化 為一個唯一認同的對象 完全不會反思 究竟在我們的歷史 在我們的政策裏面 有沒有歧視這些小數族裔 在現在我們講求 平等的世代裏面 根本是不能夠接受的 最後 其實我想很多的老師 前線老師都講過 這個課程分造不同的部分 包括個人 家庭 社群 國家 和世界五個範疇 我們局長說這個課程 其實都有講到普世價值 有講人權 有講民主 有講自由 但是 蔡老師發現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 我們講這些課題的時候 只是講一些全球的議題 是這些價值 是跟我們的社會 跟我們個人 跟我們的校園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最終 我們讀完這個課程之後 我們會以為 這些普世價值 是不屬於我們香港 而最終 我們的未來下一代 就變成信民 甚至變成暴民 好了 我們既然批評了這個課程 我們都希望 我們未來的下一代 我們未來的孩子 希望接受什麼教育 第一件事我們提出 就是說 我們要求政府 要求教育局 要有一個合理清晰的課程政策 要進行一個廣泛 和通盤的自信 第二件事就是說 我們更加強調就是說 我們教育是強調人民關懷 無論是我們身邊周圍的人 甚至我們的大自然 小動物 我們不應該將我們 一貫以為 理所當然的想法 加諸在其他人 甚至其他的動物身上 第三 我們要求有一個和平的教育 我們絕對反對 我們以國家的利益 為唯一最高的利益 將我們的民主 自由 衝通 完全 完全是打扮在一邊 最後 我們也期望 我們的政府 或者我們的執政者 不要再裝聾辦啞 裝聾聽不到 今天的聲音 我相信 他完全聽到 是不是 對 是不是 他今晚發夢 都會聽到我們的聲音 是不是 對 好了,或者今天我們這個宣言講到這裡,多謝各位 多謝Benson,還有在大學界的朋友有他們的一些分享 在這個時候我也想大家如果有這個小小的蕩蕩路的朋友的名字你聽著 我知道外圍的朋友都在這裡,因為我們收到一張紙條 你是李曉林或者你是李曉琦的話,你和你家人走散了 馬上請你去到立法會停車場的入口處等回 但李曉琦或者李曉琦,請你去到立法會的停車場的入口等回 家人會接你,不用擔心,當失組的應該都找得回 這個叫Lost and Found 其實在7月29號的時候,我覺得很厲害 很多市民看到推嬰兒車的家長都會自動好像摩西過紅海 立即讓開一條路給他們 其實今晚也是很感動,因為我們看到有很多歌手、藝人 我們以前經常都會說,為什麼香港這麼少歌手藝人會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 但是我們今晚看到有很多很勇敢的藝人 很多很勇敢的歌手都站出來 他們不怕,回大陸沒什麼做,不知道怕不怕 但是至少他們今天勇敢站在台上 我們給他們多一點掌聲好不好 而且接下來的組合,他們都是剛剛大學畢業的大學生 不過他們很早出道,他們已經大家很熟悉的 See All Star 除了《天梯》之外,他們的作品也有很多關於關心社會 譬如說年輕人的《八十六時代曲》聽過沒有? 沒有 沒聽過,快點要聽吧 《切腹之痛》聽過沒有? 沒有 當然他們還有很多歌,關於香港這個小島 他們都很用心地創作了,不想這個小島沉淪下去 所以今晚他們選了這首歌,我們一起謝謝 See All Star 別的小島沉淪 大家好,我們是小學生 我很高興在這個場地去很自由地表達我們這幾個八十後的聲音 我會很珍惜這一份自由 其實我們幾個都是剛剛才畢業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成長 其實很取決於他們小時候 究竟在這個教育制度裡面是讀過什麼的 就是因為我們很愛香港 我們很緊張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我很想知道 究竟這個下一代是讀過什麼的課程 而希望大家知道 愛是很自然的 不是被迫的 我希望接著你這首歌 藉著這首歌 我們送給所有的香港人 以及這個香港 別讓小島沉沒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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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到逐转幅光向下示 幸福何用早知 定有听到一片场 可住时 今天历史都不再组织 岁月月路倾斜 问我分得出那一生 已没法走远 走路始终徘徊 极拆冷气亦会流光 但已全部勉弗 一个人走下去 一再遇到这里 想正能借一对 一世人的乐趣 一山长已伤去 想你才能尽数 怕追随情为兴随 大阔失落时代能 才最等对 今天假历中观看直至 山春菜洞色调 帮你冬天拥有多事 帮你冬天拥有多事 陪出这一切 信尚出这回会 若你在某天拥有多事 若你在某天能回到 未怕上路太悔 一个人走下去 一再回到这里 想正名这一对 一世人的乐趣 一山长已伤去 想你才能尽数 怕追随情为兴随 乐阴黑在环石里 难以重去 就算跟你一世不过一把水 其实我没有未来 亦努力回许 下次都怎么去追 一个人撑下去 一切埋葬这女 天国陪我粉碎 当世人都后退 当爱情变成碎 只有长埋眼泪 这机缘如何不遂 唯独我烈月几句 一个人走下去 一再回到这里 想正名这一对 一世人的乐趣 谁想把他杀去 早已把我尽数 放下水 为何唏嘘 使我一直走下去 才过不去 偷能撑下去 偷能撑下去 撑下去 香港人一起撑下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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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阳小岛层门 这是我们的梦想 也是我们 对我们下一代很重要的承诺 谢谢 我们刚才见到一些特殊教育的家长走出来 告诉我们 其实国民教育都要在特殊教育的学校里面搞 连对于一些学习有困难的小朋友 都要用一种洗脑教育的方式去对待 特殊教育以外 其实少数族裔也都是一样 以下来我们有请香港容乐会的王慧芬 有请 Thank you 各位市民 大家好 很多谢可以有几分钟听下少数人的声音 少数族裔在香港有很多代 人口是不断上升 但是很不幸 他们是很难可以用中文 站在这和大家去讲 因为他们一直很想学好中文 但是教育局是坚持 我们的中文课程好到不得了 学不到是因为蠢和懒 现在香港有大概一万四千多个小数学生 在政府资助的中小学就读 是散在五百多间学校 在这个国民教育咨询的时间 我在立法会问教育局 和李卓芬教授 其实他写着这个国民教育的时候 老海中 知不知道香港 其实是有少数族裔的学生 他抹大口 看着我 几秒钟之后说 他都要读的 来得香港就要读的 问题就是这个指引 是完全只是讲中国文化精髓 中国的血缘 地缘 成为一个中国人 我前几日 我去家坊 和巴基斯坦的家庭 去解释什么叫国民教育 我们的家长告诉我 政府从来没有咨询过他 他完全不知道 其实内容教什么 他很担心 他说如果我子女 如果成功 作为中国人的身份 很骄傲的时候 是否表示他要排斥 他本身的族裔身份 他说他很想他子女 都会一样归宗盈祖 但是如果他不能成功 去对中国有归属感 那么他会不会很痛苦呢 因为少数族裔 在香港成长的时候 是面对身份那种困惑 比华裔大很多 有时候他会想 我是巴基斯坦人 还是香港人 还是香港的巴基斯坦人呢 我一个小一的学生问我 他说miss 如果我见到中国国旗上升的时候 我学校我不哭 我不觉得很感动 老师会不会肥我的 我说有可能 接着他又再问 我学校只有我一个巴基斯坦 和一个印度人 因为那些中国的学生 经常都说中国人最厉害 中国最厉害 如果我说不是 我自己的国家都很厉害 那么他会不会打我呢 他会不会骂我呢 用乐会是真是很担心 其实这一种 那么合逸的 用种族为基础的 国民教育呢 是会进一步 将少数族裔呢 是边缘化 甚至会造成很 很无谓的种族骚 和间接的种族歧视 我们少数族裔 在香港有很多代 他想学好中文 融入社会 大家如果留意报纸呢 我们有一些 在香港第三代 很想归化成为中国人 拿到特区护照 作为一种身份的认同 其实是拿不到的 其实特区政府 一直都没有当他们 是香港的一份子 但是他突然间 就要家长支持 参与 要他子女 无条件的爱中国 我们觉得是很荒谬 也都很担心 所以我们的少数族裔呢 很希望 是政府 撤回国民教育 是教好他的中文 接纳他是香港人的身份 要他成为中国人 强他所难 我们希望一个全面的公民教育 是有权利 有责任 是有归属感的一个 世界公民的公民教育 多谢大家 多谢Fernie 我们都很相信 无论来自于新移民也好 来自于他本身是小数族裔也好 跟我们都是一样 都是香港人 是吗 耶 事实是在舞台上 后面 观众群里面 都有很多不同种族的朋友 来的 5点半 真正开始 其实有些更加早 3-4个小时 其实都是数损 但我都想测试一下 大家的能量和能量的指数 行不行 行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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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在729的时候 游行到政府总部 有几个朋友 有去729游行 举手来看 哇 我们去到政府总部 举了一个什么手势 反对国民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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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回国民教育科 接回国民教育科 好 好 以下来我们再有下一位的讲者 马家辉先生 他透过他的专栏 他的著作 和他的主持 和他的教学 不断和大家分享一个很大同的世界 今天想和他在这个时间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知道马家辉本来 他要去台湾 他特地取消了他的工作 取消行情 特地来到今天和大家一起站台 浪费了2000元机票 他说7月29日没有来到很内疚 是吧 这个7月29日没有来到 是我取消台北的其中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都不算数 真正理由是什么 昨晚我在家看新闻 看电视 见到哪个 见到吴克剑 吴克剑站在真 不是真任拳 老海永远记住真任拳 站在更恶 比真任拳的梁振英隔离 大家见到吴克剑的样子 縮起头 不知所谓 四个大字 不知所谓 所以我昨天做了一件 想起来挺好的事情 不过真的忍不住 我是什么 我生平第一次 我坐在家看新闻 我生平第一次 在我女儿和老婆面前说粗口 OK 这里说不说可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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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因为大会给我三分钟 我一说粗口 说了五分钟 所以我不说 我给两个麦克剑说粗口 不是 总之我昨天对着电视 我说吴克剑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 大家见不见到他 站在梁振英隔离 低头 嘴声不出 但是你看看 眼睛冒火挖住学生 见不见到 是不是值得我们一起 我说一句 我说一句 吴克剑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 中间的叉字 要找朋友来说 不知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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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微博很多内地朋友 很支持我们 大家 我今天来之前 有看过很多 其中有些微博 内地青年人的留言 很识货 内地朋友要不要我赞普通话 我都是普通话一样的 跟广东话 所以没所谓 OK 我用微博留言 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 是两个 第一则就是说 我虽然不知道吴克剑是什么人 但是见她的样子 都知道她不是好人 很有倡议 你们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或者讲这边 就是说 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但是看她的样子 不是好人 另外 另外一个微博很有智慧 就说 香港同胞民 当然 现在未成立什么委员会 其实给了一个检讨的答案 委员会主持人的那位姐姐 叫什么名字 胡红玉 有个什么字 胡红 有个红字 大哥 是不是 挂名要艳红 那当然找胡红玉来出马 我觉得胡红玉真的很奇怪 她在70年代 80年代 死了很多东西 你们上网找回以前的东西来看 完全很支持批判 独立 精神思考 我觉得胡红玉是其中一个 应该引以为戒 非常羞恥的人 请大家注意 找回以前的东西 丢给胡红玉看 让她知道羞不羞恥 好吗 大家 我们有事可以做的 除了继续坚持之外 9月9日投票 看清楚 什么人支持 推动 所谓的国民族 就不要投票给她 好吗 好 好 我们再罵一次 吴克健 不知所谓 好 不知所谓 好 我再叫一句 我多谢大家 另外 除了吴克健 不知所谓之外 我知道梁振英 最近都有个花名 叫什么 大华精 所以我们不如叫一次 梁振英 是什么 大华精 梁振英 大华精 好 那刚才 马家辉都是一位大学的老师 以下来都有一班大学的老师 没错 没错 我们欢迎这么多位大学老师上来 好吧 我们一起来给予声 是的 以下来有 学术界 思想界 知识界 代表着一个社会里面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基石来的 是的 请其中一位老师代表何志军和我们分享 对吗 这里来自于各间大专业校的老师和退休老师 今天都一起来都是同样反对国民教育科的 大家好 我是陈青桥来自岭南大学 我是陈和迅来自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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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偉國 浸會大學 邱祖琦 浸會大學 我們今天各位院校的老師出來 其實就是和大家一樣 我們是要求特區政府立刻撤回 國民教育科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是要跟他們說 也是提醒我們自己以下一段說話 蔡元培先生是中國近代教育家 曾經擔任過北京大學的校長 他在1922年發表過一篇文章 叫做《教育獨立議》 開手他是這樣說的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 給他可以發展自己的能力 完成他的人格 給人類文化 而不是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的器具 給擁有某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 這篇文章 在90年前寫成 但是今時今日 仍然是發人心醒 我們香港需要的是什麼的學生 我們香港不需要的是一些從事 所以就因為政府的灌輸 而成為騙聽騙信 盲目服從的國民 大家覺得是不是 是 我們現在香港和中國所缺乏的 是對世界和中國的歷史 文化和有基本的認識 有自己的獨立人格 敢於身體力行 追求正義 民主 人權 自由 法治的公民 是不是 香港能夠對中國 如果可以作出的貢獻 正正就是 我們要培養到一代 又一代 成為我們剛才所講的公民 大家認為是不是 我們會不會努力 我們是反對香港現在政府正在推行的 國民教育科 因為它正正是和這些目標 是背道而馳 在一國兩制之下 香港的基本法 第一三六條規定 特區政府是自行 制定我們的教育發展 以及改進的政策 第一三七條更加保證 各種的院校 是可以保留自主性 以及享有學術自由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國民教育科正正是會怎樣 洗腦 不僅僅是要把我們的權利 拿走 是不是 我們容不容許這樣的事發生 不容許 不容許我們就要努力,不容許我們就要堅持 不容許我們就不可以給一些照顧或者照搬國內的黨國一體式的外國教育 這種和香港格格不入的課程在我們香港那裏落地生根 我們可不可以讓他在這裏發展呢? 不可以 我們在這裏呼籲關心香港和中國發展的所有朋友 挺直腰板 在自己的崗位上把好關 抵抗一切破壞香港高度自治的誘惑和壓力 辦好香港的公民教育 培養下一代成為有良知 積極為公義 民主、人權、法治 不斷奮鬥的多元社會的一個公民 大家 我們齊舉手 我們一定會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 反對國民教育科 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 在香港 我相信我們在場的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上天之靈 但是我們大家都一定會深信 精神不死 當年蔡元培先生作為北大的校長 他是抵抗當時北洋政府對學生的迫害 保護了他的學生 我們在這裏 和大家保證 亦都呼籲其他的大學老師 校長 中小學的校長 老師 我們要繼續發揚蔡先生的精神 我們會一起 愛惜 和守護 我們的學生 我們會守護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會守護 香港和中國的未來 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 守護孩子 保護孩子 良心話事 良心話事 守護孩子 守護孩子 良心話事 良心話事 多謝各位 好 請各位大學老師留步 為什麼要留步呢 其實反對國民教育運動已經遍地開花了 由學生開始已經消道 老師家長 今天有大學老師 也都有校友了 我們以後來請兩間中學的校友 他們就著國民教育科 自行 自發地成立關注組 我們有請 培政中學 和張竹山中學的校友代表 各位市民 大家好 我是張竹山英文中學 國民教育關注組的成員 我們在收到大會的邀請之後 其實都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們有機會向全香港的市民 介紹一下我們的理念 介紹一下我們的行動 其實我們成立是在8月11號 我們的成立非常之簡單 我們只不過是一班很熱心 很熱血的校友 我們全部都相信 教育的目的 並不是要培養一班 只知道聆聽黨 和領導人的國民 我們相信 教育是為了培養一班學生 知道什麼是人權 知道什麼是關愛 知道什麼是自由 知道什麼是尊重每一個人 我們需要的是這種培養世界公民的教育 事實上我們的爭取其實非常之簡單 我們只不過是希望國民教育科 不要以一個這樣偏頗的形式強推 我們相信 愛國並不是只記住 中國的經濟實力有多麼強大 我們相信 真正的愛國 是和國家共苦難 唯有當我們知道 什麼是文化大革命 什麼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和什麼是毒奶粉 什麼是劉曉波 艾薇薇 談作人的時候 我們才是真真正正的一個愛國分子 國民教育並不是一種價值的強迫灌輸 國民教育是每一個 我們作為中國人的價值自覺 所以我希望 我們不要只是在這裡喊口號 或者大家都會覺得 為什麼我們十萬人頂著太陽上街 居然一點用都沒有 為什麼有三位學民思潮的同學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絕食幾十個鐘 依然一點用都沒有 但是我想說的是 我們那個社會沒有轉變 不是因為那些官員 真正正正重要 可以改變社會的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改變不了社會 只是因為我們還未嘗試 努力改變社會 好 今天我們的關注組 已經收集到幾千個市民的簽名 我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但是也想跟大家說 事實上 我們成立了三個禮拜都沒有 我們只有有義工 我們的錢也是自己 和其他校友捐款所得來 但是其實我們這樣的行動模式 已經可以爭取到很多東西 譬如我們學校為例 我們學校那方面 已經答應了我們 九月的時候 如果有需要 可以在學校門口擺街站 派發文書 更加重要的是 十月的時候 我們更加會有機會 可以直接上去組會的時候 向著全校一千多個同學發表講話 好 我固然很感謝我們學校對我們的支持 但是我們關注組的成立 不單純是爭取在我們校內 沒有國民教育這一科 我們真真正的希望 可以喚醒在場每一位市民 在你們有學生的地方 就有學民思潮那種精神 有家長的地方 就有家長關注組的精神 有學生的地方 就好像我們這樣成立一個 校友關注組 唯有我們的團結 我們的醒覺 我們的行動 才可以迫令到一個 漠善民意的梁振英政府 精神我們 我們的團結 不單止是梁振英要聽 連西環、北京 都要為我們的團結感到可懼 最後我在這裏再一次 多謝各位 亦都希望各位 除了為那三位 為了我們下一代而絕食的 學民思潮朋友拍手之外 我也希望你們會自己拍手 因為真正改變社會的 就是今天在廣場上面的每一個人 好多謝校友會的朋友 請留步 大家好 小弟是陪正 香港陪正中學校友林康正 在不夠一個星期 我們收集超過一千名校友簽名 雖然當中有一兩個可能留的 包括唐英年 但不要緊要 在今天不夠二十分鐘 在陪正門口 我們收集了超過二百名現任學生簽名 反對國民教育 反對國民教育 但是 如果政府是冥環不靈 如果政府是死性不改 小弟認為 我們是要罷課 不單止是罷一日 因為你罷一日 就是放姿態 雖然是好事 但更加之好 是罷課罷到政府 撤回國民教育科為止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這場仗 我們一定會贏 因為我相信 天地有正氣 如果政府一意孤行 小弟不單止要求 吳克劍下台 不單止要求 梁振英下台 我還要求 共產黨下台 好 我喊三個字 大家接下去 吳克劍 梁振英 下台 共產黨 下台 甚至要9月9日 踢州保皇黨 踢州民建聯 踢州民建聯 踢州工聯會 踢州工聯會 踢州梁美芬 踢州工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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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希望學民思潮朋友 繼續加油 Let's 好多謝各位校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都是陪正的校友 我是林康正的同學 我叫馮天皇 很簡單我講幾句 首先要向學民思潮的朋友致敬 因為學民思潮的朋友 是處於發育時期 發育時期最需要的是什麼 吃東西 但是他們要絕食 而令到這些學民思潮的中學生 絕食的就是這個麻木不仁的政府 我跟大家講 我們千萬不要讓學民思潮的弟弟妹妹 孤軍作戰 我想問一下大家 各位在座當中 有多少是曾經在香港接受中小學教育的 拍個手來聽一下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大家都有事好做 好 陪正 我和林康正搞出來那個陪正校友 一起去關注我們自己的學校 通行國民教學方面的取態 這個行動 我們是由一頓飯搞出來 那次跟他吃飯 聊聊聊聊一件事出來 然後Facebook搞 搞一下搞一下 我又寫一篇文 然後他又加一些東西下去 就搞定了 那我相信各位朋友 在座當中 都是能夠做得到的 希望大家找回自己的舊朋友 舊同學 一起去向自己的學校 去提出這個關注 一起去行動 我們需要震撼整個教育界 是不是 好 謝謝 謝謝三位 請站台繼續留下 我們現在有一個呼籲 就是從一間 紅色學校的 校友關注組那裏傳出來的 這間學校是 沙田的浸信會 女名財小學 這間學校 他們會未來九月 就開展這個 國民教育科 他們的校友 成立了一個關注組 他們在這裏 希望我們傳出一個信息 希望這間學校的家長 或者校友 可以出來 團結起來 大家一起 要求校方 各自推行國民教育科 好 他們希望這裏的市民 給力量他們 支持他們做這件事 令到紅色的學校 再少一間 很簡單 只有六間 大家給點力 接下來我們有請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李承翰 還有他們大專界的代表朋友 一起 還有來自於大專行動組的朋友 謝謝 好 大家好 其實站在這個台上是有點緊張的 緊張的原因 是因為我後面有很多大學老師 就好像他看著我 看著我考試合不合格 這樣 今天其實我來了這個集會很久 由早上十點就開始來 我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 但現在就少了些 可能回去睡覺了 但我看到那些小朋友 我想起我的學生 我跟很多的大學生一樣 都是一個補習老師 我記得有一天 又是我八歲的學生 他問我 哥哥哥哥哥 今天不知道是六四的多少年 甚麼是六四 我告訴他 六四是一件慘劇 是一件學生的運動 有很多像我那樣的大學生 走上街頭 爭取民主自由 然後被中共政權冷血地屠殺 那個小朋友再問我 那學生有沒有還手 我跟那個學生說 我在電視的片段裡面 好像看到油 那個學生說 學生死的一定是很多 因為解放軍有槍有子彈 然後他旁邊的小妹妹 她的妹妹說 學生做錯了甚麼 學生為甚麼要死 他們有做錯嗎 聽完這段說話 我很感動 因為是說 六百歲 六歲的學生說出來 你們覺得這些小朋友 好不好 我們想不想要香港有多些這些學生 但很可惜 如果國民教科推行了之後 我不知道這些學生 還會不會有這些答案 因為國民教科 就告訴他們 中共是一個進步 無私 團結的執政黨 大家認不認同啊 認同 所以我們一定要 政府撤回國民教科 因為這些小朋友 他們本身就是充滿人性 他們右衷的良知 已經可以告訴他們 好像六四那樣 這些是非黑白 是很清楚的 我們不要國民教科 撤回國民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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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強迫學生去接受 一種單一的國民身份 而且我們認為 就好像劉賓眼所說 忠誠 好像美麗一樣 有很多種的 我們的忠誠 可以是批判這個國家 去要求這個國家的進步 不一定是只有單一的意見 要去讚揚這個國家 歌頌它所謂的成就 我們需要的下一代 是能夠批判反思國家的命運 去帶領國家走向光榮的未來 同時這一場 反國民教的運動 不單止是一個教育的議題 它也是我們核心價值的保衛戰 在過往英治的時期 一種去政治化的公民教育底下 我們香港仍然可以建立出 對民主自由這些堅持 很重要的就是民間自發的公民教育 除了反對國民教育獨立成科 社會都有必要展開民間的公民教育 讓下一代都有民主自由這些價值觀 推進香港中國的民主發展 所以我們和後面的一些大專教授 也籌備了很久 就是在大學裡面 9月29日會舉行一個罷課的體驗日 而這個罷課的體驗日 同時是一個公民教育的實踐日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給社會信心 我們大學生 我們大學教授 是可以承接罷課 我們可以幫忙罷課 如果有罷課的話 我們可以照顧小朋友 小朋友是可以一樣學習到的 有公民教育的 也呼籲大家一起去參加 我們9月29日理工大學的罷課的體驗日 大家好 我是大專行動的趙教授 我叫阿嬌 首先我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梁振英一直以來對於我們的民意 一些這麼無賴的回應 大家覺得憤不憤怒啊 憤怒 你這個不聽人民意見的政府 大家覺得安不安慈啊 安慈 今天我站在這個台上 我不可以代表所有的大學生大專生 但我仍然感到很大的壓力 因為一直以來有很多的朋友 市民說我們在大學生 在這個爭取行動裡面 一點都沒有參與 只懂得搞Ocamp 只懂得在這個象牙塔裡面去玩樂 身為大學生我覺得很慚愧 但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在這個暑假裡面 我們一直積極地去組織 動員籌備 未來有可能出現的罷課 這個9月29日 一個罷課的試驗體驗 就是希望為未來有機會出現的罷課 最後的準備 若果要罷課 我們就要一個成功的罷課 到時就不是我們大眾人動 不是學聯的事 不是大聯盟的事 不是學民思潮黃之鋒的事 是大家的事 是香港人的事 所以大眾人動今天在這裡呼籲 希望從今天開始 和你的朋友 同學 老師 教友 甚至乎和你同車的朋友去說 國民教育有多恐怖 你這個政府有多可治 好嗎 在這裡 我也想跟大家說 大學生 作為社會的良知 我們不單止懂得搞Outcamp 我們都會關心社會 我們都會關心我們下一代 我們都不想我們下一代被洗腦 和大家一樣 對不對 接下來 這個campaign 將會很長遠 這一條路會很長 但是我們大聯盟會繼續團結 我們的老師 家長 學生會繼續團結 我們香港人 都會繼續團結 不要國民教育科 不要國民教育科 撤會國民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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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我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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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謝謝 這個時候我們的舞台要轉一轉 因為我們馬上會請來一班朋友 是用音樂來跟他們分享 他們對於這個議題 還有對於我們的世界觀 來做一首歌頌